好 我們請記得帶您來關心的是蘇嬅 那蘇嬅有沒有繼續漲的機會呢 國際油價上也好 已經創十二年來 最大的半年漲幅 佔上七十五美金了 特別是產油國又開始吵架了 說好的事又反悔了 蔡總 今天震盪幅度最大的是塑化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台矽的亞矽 你看 開出漲停 收盤下跌 這個震盪幅度超過了十幾% 但是一線的這個台塑化 都表現不錯 台塑化漲了快4% 也有一些化千的 東聯還掛漲停 昨天我們的分析師有講到 所以漲停板 那聚龍也漲了這個7%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OPEC 他們對這個增產石油 突然在最後一刻 發生了重大的變數 本來已經講好了 從8月到年底的12月 每天增產40萬桶 比大家預期的50萬桶 都還來得少 所以昨天油價就暴漲 創下了三年的興高 你看一下這個西德州 已經漲到了一桶75塊 然後這半年來下面這個地方 你看今年已經漲了55% 這12年來當中半年的漲幅 就這個 這個對我們影響多大 現在大家出去加油加看看 都一直在漲 而且會對我們 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的物價 通膨 都有很大的影響 最後的變數是什麼 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它是全球前十大的產油國 他說他本來是沙烏地阿拉伯 很重要的盟友 應該要聽老大的話 沒有 最後一刻說我不同意 所以今天晚上 就會做最後的決定 今天晚上還要再吵 最後的決定 看有沒有這個結果 那但是問題是說 今天這樣的震盪 震盪大家都很怕 但是我們回頭看 所有的產業不怕震盪 最怕它基本面有變化 所以回頭看基本面 你看台塑市保 五月的營收 尤其看這個年增率 都八成七成了 台塑化還一倍對不對 這個很好 然後台塑的話 今年華人過EPS是八塊 所以以目前的價位 大概105塊 本利比13倍 大家說 你說這個台灣是不是比較好 來 我們看一下大陸 大陸 股民說這兩桶油的業績是這樣 你看中石油今年漲25% 為什麼 它已經預告 上半年的盡利是 450到600的人民幣 那這個中石化的話 今年漲7.2% 大家會想說才漲了一點 我告訴你 A股今年到目前 炎地踏步 炎地踏步 它強過大盤 對 已經比大盤好 上半年的盡利 也有可能到385億的人民幣 所以業績都很好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我們回頭來看 所有的原物料都要看這個報價 我們看每個禮拜 禮拜四 有遠東西的 五大環遊數值的報價 環遊數值 尤其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變動度不大 因為現在還有一點淡季 但是兩個原銀庫存的企劃 還有成本的支撐 成本支撐就 它上有最上有的石油一直漲 那你這些中間原料怎麼可能會跌 所以你可以我們看這一欄 這一欄當中 這個像PVC今年漲了6.9% 這個我們常講的EVA 漲了11.6% AVS跟PS都漲了很多 各位要了解 因為這些都是中間的原料 所以它不太可能像那個上有 人家漲了半年就給你漲個20% 不太可能 所以漲十幾%已經很大的幅度 這個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 所以從這樣來看 這些相關的公司都會受賄 今天蘇華大震盪 我們節目的股票真的很厲害 昨天震華講的東聯 今天一開盤 鎖掌停 開盤開掌停 結果一路鎖到底沒有打開過 其他的這樣震 真的 屹立不搖 屹立不搖 那蘇華現在怎麼選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觀眾一定知道 昨天掌停 今天殺這樣 嚇死 我們看一個虛機 這些都是蘇華 創新高又爆大量 你看 創新高爆這麼大的量 就是中世話 國橋 台本 聯城 台劇 道亞劇都是如此 大家會被今天的爆大量 而且KK給嚇壞 剛才基本面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是OK的 現在說話就是等那個什麼 很積極的需求出來 但是那個需求 可能還要耐心的等一陣子 所以我們看一下一檔股票 因為這個龍頭 1304的台劇 今年的EPS應該是3塊6 我們直接看它的K線 那本利比其實不是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的高點大概42塊在這裡 它整理了兩個月 所以你看爆一個大量突破之後 迅速的就拉回 一拉回我跟各位講 像這種現行 很久很久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 突然爆大量在這邊震盪的時候 甚至拉回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其實它是賣點 現在嗎 現在就是賣點嗎 就下禮拜拉回來說是賣點 為什麼 因為假如這個盤是這樣 一路一路的漲 然後爆一個這樣的巨量 然後長黑 那個是賣點 但是它已經整理了兩個月 這個表示這個族群開始熱起來 但是一開始熱 大家又不適應 所以隔天做融資的搶差價的 當沖的沖出來以後 爆20萬張 所以下禮拜拉回可能是一個買點 好 蘇嬅下週拉回是買點嗎 我們來問各位的意見 蘇嬅下週如果有押回應該買嗎 認為應該買的給圈 我們看到 1 2 3 4票圈 一票差 一票在中間 油價持續上漲 現在已經突破了75美金 那麼油價每次只要大漲 有一個族群一定會動 這個族群叫做電動車 我們來看未來小鹏的電動車 6月份的交車量已經破表了 特斯拉第二季的展望也很好 花旗還說預計未來是持續猛漲 花旗用了猛漲這兩個字 來 朱老師 是 油價只要大標電動車 通常都會受賄 其實就算油價不標 電動車還是持續在往前 這大趨勢就是這樣子 你看到美國大基建計畫當中 很大一塊也都在電動車 所以你看到 中國的幾檔重要的電動車號 你看到未來汽車也好 小鹏汽車也好 你看到關鍵字都告訴你 創新高 而且注意喔 是創歷史新高 好 特斯拉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出來 可是現在法人預估 第二季特斯拉有可能要賣20.4萬輛 注意到如果這個數字成真的話 也是創新高 大家不要忘了 去年特斯拉一共賣了不到50萬輛 結果今年上半年可能已經賣了 將近40萬輛 所以它全年80萬輛的目標 很有機會達成 所以如果有達成不就告訴你 特斯拉今年成長6成 這跟油價沒有太大直接的關係 只能說油價如果往上漲的話 是又再推電動車一把 好 那在其中的 我們再看到很受矚目的 這個中國的小鹏汽車 它有一台車叫P5的 準備要在第四季上市的 那你說它上新車有什麼特別的 特別在哪裡 這一台車是全世界第一個 使用光達的量產車 我們在講光達 你說有夠久 有夠久了 可是之前的光達都還是實驗性值 或者說非量產車 可是現在這個P5將會是量產 所以在P5這台車裡面 它一共會用兩個光達 5個毫米波雷達 再加12個超深波的感測器 換句話說 它裡面一個要裝19個廣義的雷達 所以你看今天光達的概念股 其實表現也很好 其實你可以看到今天穩帽 還有這個洪捷克 尤其洪捷克今天漲了7% 所以這個族群 大家其實要可以去多留意 那其實不只小朋友推新車 你可以看到 還有一個也滿受矚目的 加拿大的一個新創公司 叫做Daymark的這家公司 它推了一台車有夠炫的 這一台車三個輪子 很少見吧 你如果有看過那個蝙蝠俠裡面 那個蝙蝠車 其實有點那種感覺 你可以看到 後面是不是就像一個 超跑的樣子 可是前面看起來就像一個 一般的汽車樣子 這台車特別在哪裡 除了是電動車之外 它還有兩個很特別的功能 第一個 它可以用太陽能充電 而且第二個 它裡面還內建挖礦的GPU 我想說怎麼連挖礦都放進來了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而且很怪 通常三輪車是前面一個後面兩個 對 它是前面兩個後面一個 其實它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如果在開車的時候 如果前面一個 你的距離感會覺得它是窄的 你會忘記後面是寬的 所以前面兩輪後面一輪是比較 有一點前重後進 但是你剛剛說 它車上也可以挖礦 所以它邊邊開車邊挖礦 當然不是 因為挖礦我們知道它很耗電 所以它有太陽能板 它是說當你停下來 尤其是停在製造很充足的地方 利用太陽能發電 所以同時它可以啟動挖礦的機制 而且它這個公司告訴你 每天你的車子挖了多少 你都可以直接上網站 它有一個數字 即使甚至它有YouTube直播 這些挖礦到底挖到多少錢 那就是你一邊開車 一邊這樣挖礦 沒有 你開車的時候很耗電 那個挖礦很耗電 所以是停下來的時候 停下來的時候 停下來的時候 對... 好 那這樣子一台車 要賣多少 一萬八千多塊美金而已 小嗎 對 而且性能一點就不一樣 以續航力來說 大概可以到400多公里 對 很酷 續航力可以到400多公里 而且零加速到60公里 只要1秒多 1.8秒左右 所以你看到 這麼炫的一台車 特斯拉真的很緊張 就跟人家討論 大家看到說好炫的 而且1萬多塊 1萬8千多塊美金而已 便宜 特斯拉 特斯拉之前我們也講過 它其實它的最頂級的 Model S的Pride系列 終於上市了 可是才上市就出事了 大家可以看 吃火了 對 你看到 燒成廢前 燒成這樣 對 燒了這麼長 而且車主有說 我明明就沒有怎麼樣 就停在那裡 它就自然起來了 停在那裡自然 對 還不是說跟人家衝撞 好 那當然這個原因 到底怎麼樣還不知道 可是特斯拉真的是很緊張 因為這台車之前 就一直要上市 可是因為它就是它的 電池安全性有問題 老師 電動車概念股 你會繼續 好 那其實兩大主題 一個我們剛剛說光達 光達可以去多留 因為光達可以多留 另外一個我們會看到 當然還是回到 電池的離電的部分 所以像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這麼多漲停的這些相關個股 我會覺得像做聚合 康埔 這個跟電池材料有關係的 我覺得都是未來更有機會的 好